疫情进入高峰 金门面临严峻的考验 尽管如此 台北曲艺团旗下的相声天团爱笑斯坦 为了推动传统文化义无反顾 跨海来金门演出精彩戏码 透过创团代表作时空相对论的五大段幕 发挥相声特性 多得现场相亲是开怀大笑 比方说有三分之一的制作成本 拿来干嘛 我们从台北到金门的机票 我们的金北真的预算不高 还有三分之一的成本 是什么呢 从金门回台北的机票 其实我已经想定居在这 但是没办法 咱们台北还有工作 最后三分之一呢 最后三分之一啊 肯定是我们的演出费 不 看到这灯了吗 大家把这个掌声给了三分之一的演出费 好 爱笑斯坦相声男团是由五位大南海组成 平均年龄大概24岁 而这回还找来脱口秀和相声双期的中生代演员 阵容更显得坚强 他们表示身为艺术工作者就是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希望用传统相声的特性来逗乐观众 一节苦闷的心情开心过日子 大家大家都懂得来 谁 哎呀 基本上好不友善 什么地方 是你一上台先不友善 那算报应 对 我们一起 我是黑猫宅其变 什么黑猫 我们一起学猫枪 一节运游 又不能停车 爱笑斯坦相声男团 最重要的一个跟传统相声不一样 就是以前都是单兵作战 比方说一组的相声搭档 两个人呢 然后就走南闯北 但这已经是跟这个时代已经不太符合了 那我们很希望呢 把具有台湾优秀特质的 尤其从小就学相声的这一些年轻人呢 他们集合在一起 这一次呢 我们在金门的演出 可以说是他们 很多场巡回当中 非常重视的一场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到金门 很紧张也很兴奋 然后可是呢 这么巧就碰上一个大时代的 无法避免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有这个疫情啊 而且刚好就是那么巧 就在这段时间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很年轻 是他们坚持要来 他们也觉得 应该要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呢 还是要呼吁大家恢复正常生活 然后把轻松的一面 把生活的一面 把笑传送给大家 时空相对论的节目包括 以传统属来宝来演绎形式的 一头大一头小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贼子 过度充讳的AI机器人 引发崩溃笑谈的晋级AI 脑洞大开的 我的徒弟是AI 以及演员命运 由观众掌握的 你抽我奖挑战秀等 五大段幕 精彩爆笑 最时空相对论可以说是 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 去想说怎么让观众 在了解传统相声的情况下呢 又能够了解 我们其实很努力地 想要把年轻人关心的事情 融入我们到我们的段子里面 我们的前面两个段子呢 会是非常传统的传统相声 后面两个段子呢 会是很先进跟科技接轨的有AI有机器人的一个段子 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那最后呢 我们也知道其实遇到这个疫情啊 我们大家都过得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拿不到薪水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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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说了亏心话 团长在那边啊 刚好透过电视播出来 哈哈哈哈 但不管怎么样 捐到这个部罩 没错 我们都没有放弃要把相声传播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那也希望大家进场的哈哈大笑 啊可以这个干嘛呢 可以把这个什么毒什么 虚 可以虚毒 把这个毒去掉 然后避疫啊 避免染疫 文化局表示 这回很荣幸邀请到北曲台湾首创相声男团跨海演出 希望借此舒缓地区乡亲在疫情之下的紧张情绪 用笑声来疏解压力提升免疫力 等等